维蜜秀正式宣布取消 昔日刘文、何岁、西梦瑶三位超模迷人秀场账 为多利亚秘密的母公司L Brands首席财务官兼执行副总裁正式 2019年的维蜜秀确认取消 未来的宣传模式将换成其他模式 二早在今年5月份 维蜜秀就爆出将被停播的新闻 原因为是因为这种直播秀场的方式耗费巨大 取得的成效却很小 近几年来收视率直线下滑 大家对于这种固定的模式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维蜜的内衣销量也一直在下跌 对于这种现状 只能采取及时止损和另辟吸进的方式了 不知道维多利亚秘密还能想出何种吸引人的方式 早前西梦瑶的一帅 让所有人都知道了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 虽然是一桩丑闻 但还是让维多利亚的名气大增 第二年西梦瑶又首要参加了维多利亚的秘密大秀 个人感觉这个决策十分错误 本身西梦瑶一摔后的反应就显得格外的不专业 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继续选用她来播的关注的举动 显得有点漏 降低了自己的格调 比起西梦瑶的秀场照 刘文和和遂就显得专业多了 尤其是和遂 秀场照十分迷人 一双又长又白的眉腿太细精了 简直就是腿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